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吧 Lily想帮安亮珂说两句 美理界吕布的节目有流量有钱啊 那个钱很少了拜托 还有绿营的在看 其实我跟你讲不是绿营 是民众党 他的节目 因为侯远安以前是蓝的 所以他的节目一直有比较复杂的人群在看 大概是这样 而且他访问的人 事实上也不止我 他也访问 比如说那天他访问那个 他也访问蓝的 他也访问过曹新城 还有明居正 访问沈富雄 因为他关系不错 所以很多首长 最后都会接受他访问 大概是这样 让绿营的人脱离集团思想 能有几个是几个 亮哥之前说他的目标是 呼吁大家认清真相 上吕布的节目 可以打破同温城 为什么不去 双赢 而且都是认识的朋友 还能因为意识形态扯破脸 老死不想往来吗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 我们讲 不要讲吕布了 就黄伟瀚 黄伟瀚 他反正我跟你讲 你未来就会看到 包括韩国瑜 卢秀燕 黄国昌 当然赖清德一定包括在内 搞不好他也会访问到左龙泰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他要争取方方面面的 好感信任 那你说台湾这个环境就是这样 你当然可以说 说别人也不用像你做到这个程度 这我当然同意 有一些人 人家也不用 对赖清德去表达那么多 认同肯定 人家照直照 要照在媒体圈广结人员 比如说那个TVBS 方念华 以前他也做政论 还有 这个谢政武 对不对 人家也可以维持相当的公正性 那 他也不需要讲那么多政治话 这个我同意 我同意 所以 有很多角度可以来看这件事 大概是这样 这个 谢谢你啦 李李 这个Broadrogan 001感谢 123到台湾感谢 陈同意 亮哥晚上好 备战 他应该他讲的是备战才能避战吧 能战才能止战 所以我们的国防部长顾丽雄 国防会民主长吴钊燮 这种仇庸人选的战争职能能备战吗 黑熊部队的陈柏扬 曹青城能战 大元首 赖清德的官方说 只能止战 我觉得上述人士只有政治备战 清鸟内战 永不对内止战 我跟你讲 因为 我真的是读了蛮多 国家的历史 真的 我用西方做例子 那些比较强大的国家 比如说英国 美国 他们的领导人 很多人 都有很强大的军事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说川普好了 为什么现在川普的身世 逐渐能再超过贺锦丽 因为 美国人还是会想 未来美国在大国政治里面 你要能够去面对习近平 你要去能够面对普京 你贺锦丽那个样子有办法面对吗 川普你不要忘了 他是军校出身的 很多啦 事实上川普选那个副手 他那个副手Jelly Fence Jelly Fence也是军校出身的 那以前英国 那个丘吉尔 他当海军大臣出身的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而且你身处的环境是这么的 具有这个安全的风险 所以你这个领导人本来就是要对这方面 要有一定的素养嘛 而不是都只会做政治吹牛啊 我跟你讲你要讲统独论术 我听多了啊 耳朵都长茧啊 我怎么不知道你要讲台独 我说戴清德啊 你讲的有个屁用啊 你每天都爱讲台独 每天都爱讲国家主权独立 So what 你告诉我台湾的策略嘛 你告诉我台湾的军事策略嘛 说不出来啊 你去看那个以色列 以色列你不要以为纳坦尼亚夫 就是个满夫夫啊 不是啊 纳坦尼亚夫也是个军人 以色列太多的领导人都是军人出身的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而且民进党我们讲白了嘛 你且不要说他们的小孩 是不是在国外嘛 比如说你赖清德 把台湾弄成那么危险的一个状况 你两个儿子回来啊 你两个儿子回来嘛 让人家相信 你们全家都愿意 帮台湾奋战到底嘛 搞半天 然后搞那么危险的动作 那现在要围 还要去搞全民动员 现在所有的小孩 还要写出情 要准备出情啊 你把台湾搞成这样 结果你的小朋友在海外啊 吴钊燮 吴钊燮的儿子在哪里啊 为什么在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处上班啊 为什么不来驻台湾啊 众人看了就让人恶心啊 吴钊燮 一天到晚在当战狼啊 儿子在美国啊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 你在美国 在以色列你要搞政治 你每次都要讲那种话 来引起 两岸的冲突啊 美中的冲突啊 那人家当然要问啊 那你到底有没有把你的财产放在台湾啊 搞不好你资金早就外流了耶 你小孩也没在台湾上班啊 对不对 我讲半天 动不动就要说 动不动就要说人家台间 对不对 你要说人家是台间 结果你还曾经去取得新加坡的国籍啊 台湾有几个人 去搞了别的国家的国籍 然后回来台湾 一天到晚在说别人台间啊 美国的态度还不是一样 不然你就回来住台湾嘛 你在美国在日本 讲那风凉话有什么用 你就回来嘛 让你感受到这里的真正的风险嘛 对不对 人家美国英国 以色列都是这样干的 像纳南亚吴有三个儿子啊 有一个儿子住在迈阿密啊 32岁 被人家抓包啊 以色列 全国痛批啊 那台湾有一个儿子住在迈阿密啊 他有三个儿子啊 另外两个都在以色列 有一个来去当兵 你做给我看嘛 你做给我看嘛 对不对 这个 这个Edward Wong 20多年前我在青岛医馆上班 我原来在青岛医馆 当时有个老伯伯在楼下 一直拿大声工 难听话骂亮哥 那是郭政兰委员 这个疑惑在我心中存在了20多年 我今天鼓起勇气来问亮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哎 因为骂我的人太多了 这个 因为下次军演不知道会不会真打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安全 我真的不知道 我忘记这件事了 因为 那个有时候啊 有时候就是你在立法院有什么样的发言啊 那人家 就对你有意见啊 就在旁边鼓噪 拿麦克风 这种情况也常看到啊 也不是只有我被骂啊 也不是只有我被骂 这个 华 华 你朋友华伟爱又来了 讲别人霸道无理由不讲道理 明明就你们的line一直chill一直chill 他去讲他呢 这个 他今天还讲啊 说这个 说中国大陆军演 那 就表示这个 美国对赖金德的国庆演说施压完全是假的 我就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推论啊 真的是莫名其妙 美国对赖金德10月10号的演说施压 绝对是真的啊 连郭重伦都这样写啊 联合报的副总编啊 你们没有发现赖金德10月10号的国庆演说 有一大部分整个消失吗 你们发现 他完全不提两岸的军事啊 我去注意了小英的演说 2023 2022 2021啊 都有提到国军 就台湾的军事啊 就台湾的军事啊 正在怎么发展 那 也有小部分会去批评两岸 军事的紧张 那你赖金德上任五个月啊 外岛的禁限制水域被没收 然后绕台军演 比例上升这么高 结果你一个字都没提 你不觉得这很怪吗 你不觉得这很怪吗 这难以想象啊 你怎么会没有提这个呢 照理讲你应该要提啊 如果这可是他原来的自己啊 他一定提啊 然后去谴责对方啊 然后再说我们 国内国军要怎么做啊 蔡英文就有这样的段落啊 2023 2022 2021 都有一大段 这不觉得很怪吗 这个没有被施压 我实在难以想象 而且他那一天啊 从头到尾照读稿机来念稿 两台读稿机啊 那那个脸紧绷着啊 压力很大 他平常是这样的人吗 他平常会讲得意气昂扬啊 所以我说啊这个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扯的啊 我坦白讲是 这个康达啊 美国亚太住亲啊 救了赖清德啊 因为他对他施压 让他做一定的收敛 那让中国大陆隔天的军演 变成一天结束 不然搞不好不是一天啊 因为中国大陆军演是10月5号就要决定啊 中国大陆真的生气是10月5号不是10月10号啊 大家不要搞错啊 因为他在国庆晚会 我说赖清德啊 讲那个就是我是你爸爸啊 这个中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啊等等那一段啊 那10月6号 人家就去问康达了 就是美国的亚太住亲 结果康达就讲的那句啊 你回去问台北 他不愿意帮你背锅啊 隔天也是啊 中国大陆就噼里啪啦 谴责的文稿就出现啊 那大家就来看你10月10号 要用什么方式来表现 10月9号 东部战区 就贴出一个微博了 两句话 大概就是说任务到了 他们就要去实现 也就是说对你警告了嘛 所以我跟你讲哦 这个东西啊 因为我们是长期在研究这个领域的人啊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 所有的比较在这个领域比较熟的人 都认为美国有介入嘛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是觉得啊 这个 这个邱 让他去讲啊 那是他的事啦 他讲的也没有人信啦 这个Kevin Wong 捍卫中华民国我OK 民进党的没先去占海线第一排我就回家 德中的儿子最好不要缺席 我跟你讲 现在大部分的人就是这种想法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保证 2028年这种讲法一定一大堆啦 你在台湾搞得有的没的 全民防卫啊 什么动员表啊 那结果你们的小孩都在美国 你这里搞得下去 你讲给谁听啊 这种事情如果在以色列在美国在英国 一定会变成重大爆料的丑闻啊 就好比纳坦尼亚胡他的儿子 32岁被发现住在迈阿密 你要知道人家是什么背景 纳坦尼亚胡是美国人 他在废城长大的 你知道吧 他的英文讲的跟美国人是一样 六啊 我说纳坦尼亚胡啊 他的小孩也是啊 他根本就跟美国人没有差别啊 可是以色列人就是不能接受 所以纳坦尼亚胡的小孩怎么可以住在迈阿密 死丁到底啊 结果他有一个小孩去当兵啊 就是这样啊 那才稍稍微缓解啦 就你去查 你的财产大部分在海外 然后你的小孩大部分都在外国 然后要叫大家在台湾这些 要做一些最危险的事情 这算什么国家领导人嘛 而且你去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党 我说民进党 民进党有几个政治精英 他的小孩是练军校的 有吗 你有看过这种政党吗 我跟你讲我在美国 在英国 在以色列 看到一大堆政治精英 自己就练军校 小孩练军校的更多 就你自己呢 以前你是歧视军人啊 你自己也不愿意去当军人啊 那现在净创造一些 让我们台湾的军人 处于极端危险处境的事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海军司令唐华 看不下去啊 因为你让海军陷入重大危险嘛 你让海巡的兵 进入重大危险嘛 那你们就只有一张嘴在那边嘴炮嘛 赖清德啊 管碧林啊 管碧林说过什么事 人家问啊 说我们的船 如果在金门 被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拦下来 我们怎么办 管碧林你知道是要说什么吗 管碧林说我们要拒绝让他拦减 真是伟大 对方有枪耶 你管碧林讲这种风凉话 人家在第一线 被拦减 你说你不要理他 好厉害啊 就这种讲风凉话的 这种风凉话的人啊 哇感谢妹啊 大额斗内谢谢你啊 这个 这个感谢你啊 我就看不下去这种事情啊 你如果不能以身作则 你就少在那边放屁啊 这种 战争这种事情是生死的事情啊 你自己要把你的命放进来 对不起不是只有你啊 你要把你的家族的命放进来啊 美国人英国人以色列人 政治都是这样做的 不然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你的小孩都离开啦 那你整天在那边叫叫叫 让我们陷入危险之中 那逼着我们海军司令 唐华要去接受 英国经济学人的专访 讲出这是多危险的事 你不觉得丢脸啊 我觉得在台湾当军人真可怜啊 被你们这些政治人物这样玩啊 把他们搞得越来越危险啊 真是可恶啊 这个赖LAI啊 赖选前的专访还敢说 自己当选的话台海战争几率最低 还真敢说 完全不了解自己国家的状况 希望军方可以沉住气 赖你讲的针对 你这句话就是我心里的话 赖清德就是这样讲 他说他如果当选 台海战争的几率降低啊 讲出重话 我跟你讲他还讲了另外一句话 他只讲了一次就被我 我把他戳破了 他说 这个年轻人来当义务役啊 保证不会送你上前线啊 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 结果我去查国防部的规划 有一半的人 要去当海岸守备旅啊 就是在贪头决战 准备送死的菜鸟啊 我们国防部 规定义务役 就是有一半要当海岸守备旅 其他才是各个重要设施的防守 结果赖清德说什么 保证义务役不会上前线 结果被我戳破之后啊 那个国防部长邱国正 邱国正还是个君子啊 硬汉 还有这个 那个冯士宽 那个时候是退府会的 那个委员长 人家两个人都是军人啊 我坦白讲我就欣赏军人啊 人家军人不会像你这样说谎啊 冯士宽跟邱国正 在立法院背询怎么说 他说 报告委员 我们当军人的 我们没有分前线后方的 到处都有可能去 你让他讲的多实在 所以我对你们这种政治人物啊 我就是不屑 说谎 避重就轻 我反而看到这些有良心的军人 人家讲真话 我现在一路看下来包括 以前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包括我们退府会的冯士官 包括现在的海军司令唐华 包括我们国防部副部长 这个许远璞 人家都是讲真话 许远璞当着美国人的面说 你武器要赶快给我们啊 你如果做来不及 请你跟盟邦调给我们好不好 他在台美国防工业会议公开这样讲啊 我说这个才是真正有良心的军人啊 我看台湾台海的军事的危机啊 最能够讲真话的都是军人啊 我讲白了啊 为什么 因为他会在第一线啊 他不能看到他的同袍 直接受害啊 那你这些政客呢 躲在最后面 讲话最嚣张 什么责任都可以不用负 大时候搞不好还落跑 可恶啊 这我跟各位讲啊 这个时候才是 我们要让军人 职业的专业的军人 出来讲话的时候啊 这个陈世杰啊 赖清德一路利用行政资源 司法追杀媒体舆论 不断斗争为的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怕自己成为李登辉之后 第一个没有连任成功的总统 你讲的太好了 面子挂不住 做这么多动作 除了怕民进党失去政权之外 其实最怕被笑 最没有尊严 民进党早就忘记耳奉耳路 民知民高 下民意虐上天难期的道理啊 你人民的未来算什么 自己家族希望就好 你讲的太好了 我跟你讲 他就是自从得票 确定只有40% 就一路 担心自己 2028不能连任啊 所以他在干嘛 他才做不到五个月 处心几率 就是第一要把对手干掉 把党内的对手 盛文燦先干掉 把党外的最大 抢年金票的对手 柯文哲干掉 那接下来就是想尽办法 要能够让自己的民调上升啊 他希望自己能够连任啊 我坦白讲我真的没有看过 一个人啊 才当总统 结果选了东岛西歪啊 碰到韩国瑜旋风啊 可是我跟各位讲我真的没有看过 从当选第一天开始 就在想自己怎么连任啊 而且没有一个价值比这个重要 没有一个价值比这个重要 所以我们才不会听到很多真话啊 我坦白讲这个世界啊 有时候很吊诡了 你讲很多真话 反而更多人支持你啊 那你为了要掩饰啊 以为都只讲对你有利的话 反而会被人家看穿啊 Kevin Wong 别怕黑熊学院多报名 精选商品记得多买一点 我跟你讲 他的精选商品啊 其实他要做生意 我也没意见了 他现在主要是课程啊 那他有一些课程啊 那他会做一些说打仗的时候 你要怎么照顾自己啊 有那种综合的 这个自己的救 这个照护包啊之类的 你要做这个我也没意见啊 坦白讲 那个野外求生也可以用啊 这个 那个GH 亮哥谈一下朝鲜吧 如果那边打起来 台海可能会出事啊 反正现在美国过不过来 我认为是这样啊 就是没有错啦 因为韩战就朝鲜战争 连动到台海嘛 所以朝鲜确实值得关心啊 不过这件事我讲白了 也没有那么大啦 我认为是尹熙悦有点故意啦 因为你如果了解韩国政治 你就知道现在他的老婆啊 金剑锡啊 陷入了丑闻风暴 那个 尹熙悦所属的政党 叫国民力量党啊 他的党主席 昨天公开讲一段话 他说我们要求金剑锡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公众场合啊 所以你的出现就是我们的负担啊 我的天啊 我觉得韩国的政治还真是搞得清清楚楚啊 党主席挑战总统的老婆耶 几乎已经要说他是妖婆了 他们就认为金剑锡制造了太多争议啊 事实上 韩国的那个法院本来要约谈金剑锡啊 你是不是到处收人家的礼物啊 那结果尹熙悦还用他的总检查长 因为他以前当过总检查长嘛 他的人脉啊 把这件事情给按掉 所以我讲白了啊 尹熙悦最近做了什么事 最近 韩国有一个民间团体 突然之间一个月内发生三次 到平壤上空 放无人机撒船单啊 你可以想象有这种事吗 然后韩国的国防部说这不是我们干的啊 是民间团体干的啊 你认为有可能有这种事吗 比如说台湾啊 有一个民间团体 因为他非常反共 所以他想办法让无人机 到北京上空撒船单 而且不是一次啊 一个月搞了三次啊 所以把金正恩啊 把他气疯啊 把金正恩给气疯啊 所以金正恩现在就要回首啊 那目前大概有一件事应该是确定啊 就是他把那个南北韩的交通要道 把那个道路给炸断 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宣示的动作啊 就说你这种这样搞的啊 那南北韩就不要互通算了 他做了这个动作 那接下来就是 他有一些旅啦 现在大家就不知道他会打哪里啊 他会不会去真的打韩国 我认为地面部队战争还不至于啦 可是会不会 会不会有一些火箭炮啊等等 那我就不敢讲了 因为延平岛以前也被打过啊 可是我跟你讲啊 这件事情是 尹锡悦自己惹出来的 这个 难以理解啦 难以理解啦 结果尹锡悦现在的民调 又跌回 低点 因为韓国的总统是不能连任的啊 他就因为这个老婆啊 坦白讲他选上也跟这个老婆有关 那现在害死他的也是这个老婆 就这样 所以我也不认为这个事跟中国大陆有关啦 因为啊 中国大陆最近跟北朝鲜的关系并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对 包括这个北韩跟中国之间的贸易啦 然后因为这个金正恩啊 金正恩最近对俄罗斯对中国有点大小眼啊 中国大陆都看在眼里啊 最近关系不太好 所以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是合谋啦 如果合谋的话 那中国大陆怎么演习一天就结束了啦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不是合谋啦 我认为这个金正恩是被激怒 因为尹熙悦实在做了太多不可思议的动作 让金正恩非常的火大 那另外一个我认为他应该是配合俄罗斯啦 我认为不是配合中国大陆 是配合俄罗斯 为什么呢 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在打最后一轮嘛 那朝鲜半岛这边制造一点状况 可以让美国不得不分神来管这一边啦 那这个基本上对俄罗斯是有利的啦 而且我认为喔 普京跟金正恩都希望川普当选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十月旌旗嘛 就最后这几个 只剩二十天啦 今天十月十四 那十一月五号就投票了 目前的整个态势啊 包括纳坦雅胡 在以色列做的事情 去打黎巴勒啊 还有金正恩 在让那个朝鲜半岛陷入骚动 然后还有这个普京 要让乌克兰军队陷入溃败 他们都希望贺锦丽落选 川普当选 目前就是这样 这很诡异啊 这三个人都希望川普当选 所以 其实我最近也看了一些美国大选的民调 贺锦丽真的越来越不妙 越来越不妙 这个 反正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啦 因为目前已经有一些迹象显示啊 那个川普当选的机率越来越大 因为美国的赌盘昨天也翻盘啊 这个英国赌盘先翻盘 大概三天前 昨天 美国赌盘也翻盘了 都变成川普领先 OK 苏玉生 感谢斗内 清云 我一个台独朋友说 要台独很容易 把台湾部分土地 给以色列当囤堆区就可以了 避开了中美的直接尴尬 又可以有美国的必然后盾 我朋友说把花东或南投给以色列是最佳解 以色列不敢进来啦 我跟你讲啊 要分析这种统图问题啊 你离开历史的脉络 离开法理的脉络都是不现实的啦 我讲白了啦 就讲这个就是你 你自嗨嘛 我跟你讲国家主权这种事情啊 我跟各位讲过一个 我说领土主权本质上是军事问题啦 那这个军事的纠葛啊 是历史跟法理决定的啦 就他为什么会觉得你是他的一部分嘛 你以为这个是瞎掰的吗 当然不是嘛 怎么可能瞎掰呢 那中国怎么不去讲琉球是他的啊 如果要同样掰出一番道理啊 中国大陆要讲琉球是中国的 也可以有一番说法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不去弄这个啊 因为当年二战刚结束 美国希望琉球那个时候希望 回中华民国的怀抱啊 蒋介石拒绝啊 我跟你讲这种事情都是有历史脉络的 所以你不要去讲说 我想怎样 我想怎样 这种问题就不是这样能够出现的啦 不然你去看现在的冲绳啊 冲绳现在有没有回归中国运动 基本没有 没有啊 冲绳有人搞独立运动没错 可是并没有回归中国运动啊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跟各位讲这个东西就是 这是历史啦 法理啦 造成的啦 陈东毅对岸根本不会战 人家是演给美国看 顺便进到台湾 光封锁你的经济跟进口民生物资 半年一年就可以让我们玩不下去了 亮哥好累啊 花钱抖内还要被YT限制 有吗 要对现在执政党不利的延迟言语都没办法用 真的有这种事吗 我跟你讲这个民进党做不到啦 是YT的规则 是YT 真的真的 我跟你讲民进党不可能来限制YT的啦 不过我们没有限制 这个中国大陆是这样啦 那个封锁战也不会打那么久啦 我跟你讲他就是设定你的天然气嘛 因为台湾的天然气的存量 是11天到13天嘛 那我们今天中游说嘛 说他也要增加天数 你就听他那边瞎掰啦 你有除季潮吗 你以为嘴巴讲了就可以增加啊 你除季潮盖给我看啊 那你那个人员政策 又要把那个天然气增加比重那么高 你害死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喔大概 主要正是针对你的人员啦 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 可是这个是更残忍的 俄罗斯就是看你乌克兰进入11月 这个冬天你撑得过吗 目前乌克兰喔 我读到一些数据啦 乌克兰目前三分之一停电 三分之一啊 平均一天停电16个小时 现在是10月喔 如果到了11月呢 11月都是零度以下啦 俄罗斯如果再坏一点 还可以把你的输配电信统整个炸掉 那12月1月乌克兰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问题 俄罗斯只是还没做到这一步啊 那你怎么打啊 乌克兰啊 乌克兰很冷欸 乌克兰是一个很冷的地方啊 这个 如果到12月1月 那你的供电供卵啊 那个乌克兰那个地方 没有电不会有暖气啊 那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热水啊 然后呢 还有你的手机也不能连网啊 你这样怎么生活啊 所以我说这个是 到底俄罗斯要不要这样干的问题啦 他是有绝招的啊 所以你讲的没有错啦 就是 就是中国大陆对台湾如果真的开始落实封锁战 那请问你准备好了没有啊 你赖心得要有点了解吧 你讲话 你讲话这么嚣张 那你的军事底气有多少啊 我以后在我节目会不断出现这个句子啦 你讲台独讲得那么嚣张 你讲台独讲得那么嚣张 请问你的军事底气有多少啊 你不赖着美国出兵 不然你有多少军事底气 你告诉我啊 罗威看亮哥精彩解说 大家利用钱也来抖人一下 我开玩笑别打我 这个该分晃 别担心 政政以后再说民进党还要继续忙罢免 这个民进党忙罢免 重点是他要赢啊 我跟你讲啊 民进党中党啊 他不会跟你谈正当性的啦 他主要跟你谈胜算 所以如果罢免他发现 国民党反杀 那他会被罢免更多人 那他要不要玩这个游戏啦 就是这样 而且我认为罢免这个游戏啊 有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大家不要低估这个变数 你去想一想啊 美国新任总统1月20号就上任了 那台湾2月1号之后 民进党想要搞一大堆罢免嘛 那国民党一定反杀嘛 所以到时候台湾都是政党斗争 都在罢免来罢免去 你认为美国新任总统能接受吗 如果是川普当选 如果是川普当选 贺锦丽我坦白说 他不太懂这一些啦 可是如果是川普当选 他1月20号上任 2月1号之后 他就看到台湾 朝野那边杀来杀去啊 都在搞罢免 这个对美国来讲叫纯政治斗争啊 川普就会觉得 你台湾到底在干什么 你自己就杀成这样啊 你还要我来保护你 你在做梦啊 所以我跟你讲 真正的变数是美国啦 我很难想象 美国可以接受明年 台湾朝野互搞罢免 杀成一团 然后美国都没有意见 我来以想象 他就觉得你这个 你在台湾已经这么危险了 你还把自己杀成这样 你是不要命啊 你还好我支持你 还奢望我出兵 哪有这种事啊 我是觉得真正变数是美国啦 我说实在 那另外一个就是 民进党会估计他的胜率啦 这个要感谢林又昌啦 搞了谢国梁这一局啦 让民进党现在对胜率的估计 变得相对保守起来 那如果川普在讲的话 我跟你讲 赖清德不敢搞了啦 他大概最多只搞这个高宏安啊 大概是这样 菲利派来两个好 你觉得威廉现在是台独的 true believer吗 如果英国 如果是的话 他可能真的有认知障碍 我认为喔 这个赖清德真的是台独啦 他现在是 认为他要连任 比台独还重要啦 所以他就不去讲什么台独的历史啦 法理啦 他就要把中华民国啦 中华民国台湾通通都弄进来了 那能骗多少算多少啊 他希望他2028 如果万一 我觉得他的设想一定是这样 他认为那个时候 柯P大概不能选了啦 所以他是跟民进 国民党一对一 我认为他是这样设想 所以他要拿到超过50%的票 他就是这样在想啦 所以 你说他是不是台独啊 他当然是台独啊 可是手段变灵活了啦 就是这样啦 因为他不灵活不行嘛 你拿不到票嘛 可是你这个人就越来越假嘛 尾仔最怕就是后来大家都麻痹了 大议会最害怕 最可怕 没有错 真的是这样 我跟你讲 像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一种 联合利剑演习 我们现在都要说 这个没什么啦 没什么啦 我跟你讲 你都一直觉得没什么 到了某一天 你就知道他真的有什么 因为他不是军演 你不要搞错了 他这样演习没有错 可是没有人这样演习的啦 离你那么近 他根本就已经亲门踏户 几乎就快要搞武统战争啦 他只是没有发实弹啦 那现在A跟B 那你就出来说 这没什么啊 明天我跟你保证 绿媒还会有人说 你看中国怕我们啊 一天就收兵啊 我刚刚在我的群组 就有人这样讲了 他说你看 自讨没去啦 自己收兵啦 下午六点就结束了 没用啊 我跟你讲啊 他以后每年啊 三次军演 每次都到你家门口 你最好每个人都像你这样 那中共最高兴 你这种人就完全失去戒心啊 到时候突然 游训转战 就在你家门口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韦宰你讲的非常正确 就怕大家都麻痹啦 麻痹的就是 一番 就定江山啊 陆佩黎亮哥多喝水 感谢林嘉庆 还少了元旦会不会有军演 对 因为元旦也会有演讲 没有错 所以 反正现在的状况就是 只要赖清德要演讲 都可能有军演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用这样来算嘛 520 10月14 两次军演 那因为今年 对不起我把它点掉了 那个 两次军演嘛 520 10月14 各一次 那上半年一定会有一次啊 那元旦 赖清德是要讲话 就是这样啊 这个 这个TT 感谢Donnell 陈忠义 亮哥亮友们 让我们在这里免怀哦 怀念一下过去八年的蔡政府 你应该也要怀念马政府吧 我跟你讲蔡英文 蔡英文他是懂两岸的啦 而且他是法律专业 哇 感谢 感谢KSW的DONNATE 大俄的DONNATE 感谢你哈 我就跟各位讲啦 蔡英文他是两岸专家 他入委会主委 而且又是法律专业 所以他的讲话基本上没有超过法律啦 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会喜欢蔡英文 他就觉得他这个是有逻辑的啦 而且逻辑就是法律逻辑 你赖清德这个逻辑人家已经乱了 不知道你要干嘛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会这样说话 说我们这个国家名称可以有三种 三选一我都可以啊 你叫中华民国也可以 叫台湾也可以 叫中华民国台湾也可以 没有人这样讲话的啦 中华民国跟台湾作为国家 他的历史跟法理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那你既然可以 你可以不顾这一些啊 那意味着什么 你就是搞那个两国实用主义嘛 我这样讲只要有票就好了 我不管啦 我是实用主义啊 就是这样啊 孙文杰海军司令唐华讲出实话 但讲得很保守 现实是套用刘慈欣三体 小说最霸气的一句台词啊 毁灭你与你何干啊 我给你我再加一句台词啦 这是路易十六的名言啊 法国那个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就是讲那个政级国家 他就说 那一句名言啊 说在我死后 哪管河水滔天啊 就有这种人啊 就后来他被砍头啊 在我死后我哪管河水滔天啊 他讲的是塞纳河啊 那这个三体的刘慈欣一样啊 毁灭你与你何干啊 我觉得政治人物不能这样啊 这个 坦白讲这个 尤其当到国家领导人啊 你如果没有把兵凶战围放在心里啊 兵凶战围啊 兵者国之大事啊 死生大事啊 你要放在心里啊 陈水滔讲过的话 你没听到吗 邱义仁也讲过同样的话 台独就是做不到 台独就是不可能的事嘛 这是陈水滔讲过的 邱义仁讲过的 你耐心的就不能诚实一点啊 你有陈水滔优秀吗 你有邱义仁优秀吗 你有蔡英文优秀吗 我一点都感受不到 这些人我都认识 我都认识 你怎么可以致富到这个程度呢 不认错不认输 都是你对 这个Hugh Song 感谢Donnell非腐奇 之前苏丹动乱 台湾人做中国大陆军舰撤离啊 那这次黎巴勒人 台湾人也做中国大陆船撤离 岛内自害的中华民国对外不能保护 海外台湾人 对内没有照顾台湾人 甚至勾结洋人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绊脚石 这是哪门子的中华民国 这还不叫汉奸分裂政权 是啊 事实上我认识更多 在海外的台湾人 是中国大使馆协助他处理问题啊 很多地方我们没有邦交耶 这还不是那个军事战乱 这种问题而已啊 那个Gavin Huang 国民党就像一盘散烧 也不要怪大家总是把国民党 跟中共连结啊 看起来就像别人的小老弟 所以他自己啊 自己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啦 这个啊 Oracle这次演习实际就是宣示部署封锁台湾 实际演练军警协同 能在这么短时间完成演练 说明部署方案早已成熟啊 现在只在一声令下开始勒紧绳索 个人认为具体时间不会太久 不然没必要现在就宣示 不过亮哥蓝为蓝绿了 绿的放弃台独什么都不是了 而且在国民党压力下 意识形态只会更加激进 而蓝的人选赢年初就已经赢了 这个没有错 他就是就定位把一个局就布出来了 而且今天早上是5点45 那整个就布局了 这个Hugh Song感谢 BY看完黑白大厨突然感悟很深 只是一部生存秀就注进韩国的观光业 跟复苏餐饮业 反观台湾民进党不是很爱 说让世界看见台湾吗 民进党整天搞政治 忙着政治操作还花纳税钱拍零日攻击 这种东西真是国之悲哀 我完全同意你 我们台湾如果不要陷入这种统独 政治的意识形态斗争 事实上在经济上在创新上还是很有本事的 这个文达 亮哥晚安对于你 对民进党的了解 赖清德这样乱搞 党内对赖清德的不满有身高的趋势吗 2028若是有人想要挑战赖清德 目前党内地位有可能是林佳楼吗 目前最有 最有资格挑战赖清德应该是陈其迈 所以我跟你讲 2026 12月25陈其迈卸任 那赖清德就要面对难题了啦 因为陈其迈早就当过副院长 所以你如果不让他当行政院长 陈其迈能接受吗 那如果赖清德那个时候民调不好 这个困局就好像2018的小英嘛 因为蔡英文2018选的很差嘛 那所以这个赖清德就跳出来挑战他 2019对不对 所以关键点还是2026 赖清德的民调有没有跌下来啦 那是不是选的很差啦 比如说南部 台南啦高雄啦嘉义啦 屏东啦 有输掉了重要县市 那他的民调也很低 那那个时候 这个2027就有可能会有挑战者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 大家也已经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 一个人做不到五个月就把 内部跟外部的关系都搞得那么紧张 不疯 你想一想是什么样的人啊 对不对 我认为陈其迈的机会大一点 大概是这样 那Libra Wu 台湾的税收一年比一年多 就是被民进党团来乱花 难怪人民越来越穷 我对蓝白的要求不高 把宣传费全部砍掉就好 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到 干脆解散政党算 不只要把国家还给人民 也要把钱还给人民 我才不要纳税养这种垃圾执政党 这个棉花糖 删掉预算 七鸟就没饰料了 飞不起来 蓝啪啪的跌在地上 没有错啊 我刚刚就跟你讲了嘛 他们就是我养了一大堆网军来作战 你把宣传会给砍了 就没辙了 Josie亮哥请默默看到我的学费 不要唱名谢谢 哎呦 谢谢谢谢 Skinologist 和平统一台湾不愿意 武统又时机未到条件不成熟 大陆政府应该主动在法理 国际社会初级 再次重申确认一个中国原则 来搞法理统一 对抗台湾政府的法理台图 知道他早就在搞了 我跟你讲啊 这个大概从去年 11月开始 那中国大陆就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通过那个 反对2758的决议嘛 那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有反制措施了啦 就是说 只要是在多边组织 或者是跟 国家有新的双边的联合声明 他都会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要写进去 那我觉得这里面让我 眼睛未知一亮的就是越南 越南最近 从去年12月吧 去年12月那个 越南的那个前面那位总书记访问大陆嘛 然后中越就开始 越来越紧密啊 那到了最近这个新的 书记啊 去访问中国 中越联合声明真的让我眼睛都快掉出来了 越南 越南几乎是把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张全部都写进去了 甚至还加了一句啊 连那个 连那个 跟台湾的官方往来都不允许 他连这个都写进去啊 越南欸 越南台商有4000多家 大家去想一想这是什么状况 所以我认为他早就在做了啦 那这个经济学人也有写过报导 说中国大陆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 我记得那一期好像是3月 就已经有28个新的双边声明 然后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直接写进去了 所以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这个广义讲就是有关两岸的国际法律战 那杰克赛 亮哥晚安基隆罢免完KMT 绝对不能以德抱怨 一定要拉下同议长才能让 赖PP跟绿梅侧义知道不要操弄民粹 我也是这样认为啊 而且那个同议长好像跟 赖清德是有蛮亲密的关系啦 陆佩黎支持罢免吴大妈让他去演八点党这么爱演 吴大妈指的是 这个吴思瑶啦 吴思瑶啦 这个 我认为 吴思瑶如果被罢免吴佩毅大概也完蛋了 这个台北市整个风就是这样吹的嘛 民调哥Paul Brose 我喜欢亮哥目前讲的主题 感谢你啊 陈东毅亮哥2万的观看人数比昌哥 馆长还要多 加油 哎呀这个今天承让承让 这个小鱼辣椒 台湾有哪一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敢说不要民主 哪个敢说统独不必经过公民投票 现在两个 现在两岸现在有两个天差地别 一是实力的天差地别 二是制度的天差地别 在这两个天差地别前提下 支持民主就等于独派 残酷的现实 所以国民党99%都是独派 其实这也不一定啦 不然你怎么解释马英九呢 对不对 马英九也是选上的啊 那马英九的得票也超过50%啊 大家不要忘了 那马英九当了两任 他从头到尾还是支持九二共识啊 一中啊 不过我讲白了啦 马英九还是在他任内还是不够勇敢啊 我说实在话啦 这个大陆有很多人在批评他 这个我都知道啦 就是他并没有去把 陈水扁改的历史教科书把它改回来啦 这个真的是一大问题啦 就他卸任之后现在在后悔啊 你们发现他现在在补过吗 现在在带台湾的学子到大陆参访 要去补过这个历史啊 两岸的历史啊 那你当总统的时候 为什么要这样啊 对不对 然后他在在任期间 他也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啊 那卸任之后才在讲 所以这个小于拉家讲的没错啦 就是有时候你太考虑选举啊 那很多实际上的状况你就是不能说啦 就是这样 那这个就变成我们台湾的民主就有问题啦 你使得一些真相出不来啊 比如说我说啊 我们台湾的民主 国防委员会 有哪一个人敢把 我们现在的军事的困境 在国防委员会里面来讲 就你要问大问题啊 你要问顾立雄啊 我们怎么可能打赢中国大陆 顾立雄可以回答一下吧 人家的军事预算 以前都是你的十六七倍 现在你加了那么多 我们现在国防预算是六千四百七十亿 明年啊 中国大陆仍然是你的十二点五倍 那你怎么可能打赢他呢 就这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 我坦白说这也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台湾普遍的老百姓心里在想的 那大家都要帮你圆欸 说得一副我们很强的样子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政治的问题啊 因为每个人啊 都假装这个问题不存在啊 好像中国大陆 真的要打你没有能力啊 知道中国大陆早就可以打台湾了 是代价的问题啊 他可能会打得比较惨啊 要死伤更多人啊 那如果再晚一点打 他可能实力更好 可是总之就是可以打赢你啊 就这样啊 那我们如果连这种问题都不能讨论啊 那你当然就会 逐渐的纵容你的领导人嚣张嘛 可以完全没有军事常识 完全军忙的在支持台独嘛 我们台湾就充满了一堆军忙的台独嘛 这是多危险的事情啊 就我们当行这个问题不存在一样啊 有位有网友表示 该如何表述两岸关系能和平也能让台湾民众了解 没有失去尊严 我认为按照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同属中国 是我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了两岸积分我们放下国家名称平等交流 虽然荒谬 台湾大多数人也都相信 执政党的互不隶属论述 我加重了准备 外省第二代也被带偏 所以韦翰哥我一点也不意外 国民党要好好想想两岸论述啊 如果执政党认为法律跟现实不符 也不会修宪让中华民国脱离大陆地区 因为他们也知道会出大事 我觉得你讲的没有错啦 就是中华民国宪法是什么样的意义嘛 这一点我坦白讲我跟黄海翰我也说过多次啦 我说你目前两岸就是用陆委会对国台办 不是用外交部 那两岸在宪法上难道没有特别关系吗 你这一点你可以不承认嘛 不然为什么不用外交部 我们且说你用中华民国政府 他用中华人民国政府嘛 那为什么你们不能用外交部互相来往嘛 不行嘛 因为互不承认嘛 所以我们且不要回到喔 说是不是有一中屋顶啊 因为这是国民党的理论啊 我们用民进党的理论就好了 民进党认为是两个国家嘛 好那我叫中华民国或台湾 那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请问你嘛 为什么要用陆委会跟国台办来互动啊 请民进党合理解释嘛 你不解释嘛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当年我在民进党内 我就是提出这个问题 结果民进党内 没有人可以回答啊 我说就假设你的两国论好了啦 你叫中华民国或台湾啊 那对岸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啦 那我们两岸现在互动 是陆委会对国台办 为什么 难道这不代表 两岸的宪法有某种特殊关系吗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接受这种概念 说两岸宪法有特殊关系 我简单讲你就是不诚实嘛 我坦白说啦 政治这种东西啊 到了最根本的问题 都是要讲大白话的啦 你不诚实就是不能解决问题嘛 就好像赖金德嘛 赖金德在搞实用主义嘛 说我中华民国也可以啊 台湾也可以啊 中华民国台湾也可以 我跟你保证你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啦 因为你不诚实嘛 就这样嘛 两岸的宪法明明就有特别关系 否则不可能不是用外交部互动啊 我跟你讲 当年东德西德就是这样 东西德是用内政部在互动耶 不是外交部耶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是喔 坦白说啊 都已经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啦 你还不愿意面对事实 那我觉得你这种从政就是没有良心啊 你只为了你自己连任而已啦 你不想解决台湾的问题啊 就这样啊 就这样嘛 你这不回到事实的基本面 不回到法理历史的基本面 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啦 真的啦 那是以罗奇啊 亮哥 国庆日我一度以为中华民国总统是韩国瑜 好感动好大气 不要下一秒镜头切到赖神就没feel了 中华民国总统不唱国歌 真是古有金氏媳妇 现有金氏总统 他在讲中华民国你也可以当做国号啊 那他为什么不来唱国歌呢 韩国瑜那天还爆了一个料 说赖金德今年去黄埔军校演讲的时候 拒绝念国父遗嘱啊 所以你说他接受中华民国这谁相信啊 说他认同中华民国这谁相信 国歌不愿意来唱 国父遗嘱不愿意宣读 然后说 现在国号啊你要叫中华民国也是可以啊 对不对 小鱼辣椒 盧妈的挑战1 2026包括罢免朝2 是两岸论述 可统独分别被红绿占据 国民党两岸论述究竟怎么用 国民党两岸论述究竟怎么用 国民党两岸论述 不然当年马英九是怎么论述的啊 这个就看盧妈要不要去面对啦 事实上盧妈 我跟他也很熟啦 因为他长期都是 这个把自己定位为 这个小市民的立委 还有这个父母官嘛 所以对于这种中央级别的 敏感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他就故意不去碰 可是他这个是没有办法闪的啦 我觉得韩国瑜 韩国瑜那天在国庆 一句话讲的我觉得非常能够接受啊 他说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那台湾是我们的家园啊 然后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啊 自由民主是我们的宝啊 韩国瑜讲得很好啊 很好啊 就是这样啊 亮哥你的意思是说就像 国民党执政也没有维持现状这个选项了吗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维持现状是什么意思嘛 你要定义嘛 维持现状是 可以不去谈统獨问题 叫做维持现状 那你认为 时间对你有利吗 我们通常对一件事情啊 说我们最好永远维持现状 目前我们的民调就是这样 大部分的台湾人 主张永远维持现状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想面对这个问题啊 他们对中国大陆有意见啊 这个我当然知道啊 我住在台湾我怎么会不知道 我还当过这么久的民进党员 可是重点是 你认为时间对你有利吗 重点在这里啊 所以当我们要主张 永远维持现状的时候 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嘛 时间对你有利吗 如果你认为时间对你有利啊 那你当然可以这样主张啊 你去看中国跟美国嘛 为什么中国有时候会 不想跟美国摊牌啊 因为中国认为时间对他有利嘛 所以他就觉得我忍着 我忍一下忍一下 反正我一年成长5% 你最多一年成长2% 那时间对我有利啊 所以他可以等你知道吧 你认为台湾可以等嘛 你认为时间是对你有利吗 我觉得我们反过来是应该问这种问题啦 这个不是选项的问题啊 这个是你认为未来是对你未来越有利 还是不利啊 我常常举一个数字来告诉我的朋友嘛 我说1996年啊 李登辉选上 第一任的中华民国民选总统 1996 台湾的GDP 是中国的40% 2024年 台湾的GDP 只有中国的4.2% 你认为你的筹码是增加吗 我们要去想这种问题啊 我这个还是讲GDP欸 那如果是讲军力呢 所以我说啊 你去看历史嘛 我觉得你看历史看的最准啊 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 中国大陆愿意开给台湾的条件 就是最高的时候 因为台湾真的有筹码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这种问题啊 也不能够在真空中讨论啊 因为我们是活在历史中的人啊 我们要去想的是 时间是不是对我有利 比如说台积电 台积电永远可以当霸主吗 如果我们认为台积电的优势 十年好不好 那请问接下来台湾的 主要的产业是什么 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用 这种方式来思想啊 这样你就会比较 客观的来评断 你这个时候要做什么选择啊 就是这样啊 我的选择我实际上都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这个人也不会隐藏我的论述 我认为台湾应该 在自己还有条件 可以争取比较好的条件的时候 来跟中国谈统一的方案 那当然不是一国两制 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 可是你如果不提 你就说我要永远维持现状 那你就是被动等待被收拾啊 不然还有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你也不可能读啊 所以你就任这个时间继续往前走嘛 那继续往前走对方 累积出更多的实力嘛 方方面面嘛 就这个状况嘛 这个宣旺 这个 亮哥我觉得赖神的应应方案就是 30万的黑熊部队 解放军敢打来 必叫他大败而归 天柱神玄 福清灭共 我跟你讲 我建议你去黑熊学院的网站 看一下 你就知道他们在干嘛 他们第一 第一 在教认知作战的课程 所以都在读书啊 读说为什么要反中啊 如何避免被渗透 如何辨识第五重队 这一类的 开课程 第二 教战争的时候 你如何保护自己 第三 有人受伤了 如何做医疗照护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一个 能够作战的部队 那就是这样啊 那国防部也没把它看在眼里 他事实上据我了解 他们有去跟国防部谈啊 希望能够借靶场 来让大家有打靶的经验 国防部反对 国防部说他们不能够 随意去答应民间做这种事 就这样啊 这个妹感谢Done 感谢这个大笔的Done 感谢你 你不知道民进党如果真的认同中央民国 先把台独党废掉 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 台湾是中华民国其中一省在说 民进党是借壳上市 这是很浅显意见的事 自宪台独 连公投表决都没有表决过 台湾是要独立什么 民进党就是用嘴巴自己爽而已啊 怎么会有这么多蓝白选民都看不清呢 这个李博勒你讲的真正正确 真的就是这样 他根本没有认同中华民国啦 就这边搞嘴巴食用主义而已啦 听定没想到新闻对和解饭的评论 竟然是黄都没吃 但和科参观营业午餐却有吃 和解饭重点是和解吃饭有个鸟用 其实我跟你讲喔 黄国昌我认识他啦 他不吃中饭啦 他没有吃中饭的习惯 所以那天他不吃 就是他本来就是这个习惯啦 就这样啊 这个 这个Lotus 来把台湾推上两岸战争风险 还耍嘴皮啊 两个儿子在美国安全的很 对啊 亮哥好想问个离题的问题 之前忘了在哪个节目提到庙 或一些玄的果报的东西 记得亮哥提过真的有些真实的状况 但以后再聊一直都蛮想听听看 这个我的经验可多啊 因为我常跑基层啊 我在选举的时候 那听过很多妙宫跟我讲他的故事啊 不过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办法讲这个啊 果报是真的有啊 真的有啊 这个 这个 其实这个玄学的东西啊 很多是感应你才知道啦 这我个人也经历过一些事情 不过 我们今天不想讲这种事啦 我是跟你讲真的有 这个 这个鬼神我认为是真的有的 KSW Thank you Mr. Guo 感谢KSW 大额斗内 Oracle这次演习还有一点 对台湾真正的震慑 可能现在还没有多少人提及啊 就演习除了锁台 还包括对台湾各种军事目标的摧毁 如雷达防空机场港口军营 并完成登陆 所以结束时间表明 这些目标在半天内就完成了 不过我跟你讲它那个是用 它那个是用模拟的啦 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的 这不是真正的实弹嘛 所以 所以那个会比较容易受质疑啦 就是它事实上在联合力界A就有这种东西了 它用那个 影像3D模拟的东西啦 中部中联大署 谢谢亮哥每天都在增加我们的智慧跟世界观 再次感谢 谢谢你 L.M.Sung 感谢Done Wen Li 感谢Done Kai Ho Joe 感谢Done Wen Li 欣赏亮哥讲真话为人民 感谢你 Ich bin lak toiler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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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党者 领着老百姓的薪水 对漂亮国 爹 卑躬屈膝 把一百顺上权入国 致百姓 此生于度外无耻 L.M.Sung 请问亮哥之前有民调说 柯智恩有选高雄有机会上 如果高雄有荣幸上 亮哥三选是不是有机会 拉国民政党下台 我不会选啊 柯智恩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跟你讲 这个柯智恩 这个民调 因为他是跟既有的五个人比的嘛 那五个立委都没有那么强啦 我认为高雄市不一定是这五个人选 因为 对赖清德来讲 高雄市他是非保不可 所以我认为最后搞不好是攀门安下去选 那柯智恩在农业县的地方 还要多跑一点啊 因为 柯智恩毕竟还是都市都会 比较都会感比较强的人啊 我认为那个 原来高雄县的农业地区他要多跑一点 那这个韩国瑜跟王金平都可以帮他大忙 那个韩国瑜跟王金平啊 那吴俊怡亮哥你知道马凯硕吗 我当然知道 新加坡以前苏联合国代表 他说大国是价格决定者 小国是价格接受者 所以中美决定要一中政策 台湾只能接受 美国的维新论啊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事实上上马基维利早就讲过了 现实主义就这样讲 他说大国才能够决定规则啊 小国只能接受啊 这个是马基维利的名言啊 所以马凯硕事实上就是这样讲马基维利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样啊 世界的格局是谁决定的 就是武昌决定的嘛 那武昌英国跟法国人决定个鬼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中美俄决定的嘛 就只有这三个大国有规则的决定权啊 这就是现实状况 所以我跟你讲台湾喔 台湾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 就我们假设川普当选啊 那因为中国的要求很简单就两点啊 第一个 你不要武装台湾 因为中国大陆不是对美国讲啊 那个习近平 对拜登讲啊 在旧金山啊 说不支持台独你要落到实处啊 有两点 第一不要武装台湾 这个美国做不到啦 因为美国军售要赚钱 第二 请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 我跟你讲这个就大有空间啊 你不要认为这个不可能喔 这个就是 距离你在讲啊 就如果美国 开始转轨喔 然后说 他不排除 这个台湾跟 这个大陆啦 和平统一啦 这个美国 中国大陆的提法是 你美国要接受 中国的和平统一 我认为这个才是 真正影响台湾的大局啊 所以我一直喔 不会就台湾内部在做讨论啊 说我要永远维持现状啊 那个现状不是你能够定义的嘛 现状是中国跟美国决定的啦 我简单讲就这意思啦 所以 中美的未来的真正的谈判 才是根本嘛 所以如果真的是川普当选喔 这个赖清德明年就开始累了啦 我跟你讲啊 因为川普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美国优先论者嘛 A力啊 感謝Donnell Space War 亮哥朝鲜半岛那么小 双方能保证炮火炮就能够互相毁灭 朝韩真的要打的核心问题在于 双方战争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他们不会真打啦 因为 大概只有 比如说打你的军事基地啦 大概只有这样 真打你一定要有地面部队啊 那你准备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吗 我认为不至于啦 不至于啦 这个Oracle 中朝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 可能很多人认为中国出兵抗美援朝 朝鲜就应该改恩戴德 但实际上金日成一直认为 资源军打到汉城就停止进攻 是阻止朝鲜统一的阴谋 后来中韩建交更让朝鲜恼火 就和中越反目一样 认为中国出卖了他们 并且金日成成为了他的政治地位 一直把解放战争当作他领导 一路从东山省打到海南岛 这种政权无可救用 这个Oracle讲的都是事实 因为韩战还有中韩关系 我还真的读过不少东西 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金日成真正的大哥 爸爸叫做苏联 叫俄罗斯 那他真的认为整个韩战是他主导的 这简直完全违反历史 完全违反历史 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进入 那北朝鲜不知道在哪里了 和平民国姐当小草遇上国父孙中山 亮哥想请问是否可能 人民发起推动两岸和平距离方案 让政治人物跟习近平进行外交 与谈判敢在被大国交易掉之前 这个能量要非常的大 要非常的大 可是我认为非常困难 因为我跟你讲 两岸 两岸都是政府最大的社会 就我们的政府 台湾也好大陆也好 政府真的是一言九鼎 那民间团体很难酝酿一个势头 说想要取而代之 来处理像两岸和平统一 这种这么大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比较寄望 中美两大国 因为我坦白讲 台湾如果美国拒绝 台湾也没得搞 就是这样 你台湾哪一个政治人物 美国不知道你的底细 所以美国如果没有搞定 你实际上要搞定是很难的 基本上是这样 实际上俄乌也是这样 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已经到了终局了 即将要进入谈判 你没有搞定美国你怎么弄 搞不来了 所以不要低估大国的作用 红军后裔 天公神州已升公 但卑不见九州同 如今围台事已成 匹服其可汉天威 王师一统台湾日 开平八二告乃翁 哇 诗还写得不错 现在没空 亮哥往安想 请问亮哥最近想购屋 如果台湾被武统会有什么影响吗 人民的财长会受到影响吗 当然不会影响 不过 这个武统的过程 台湾的房价会跌 所以你要现在买吗 就看你怎么去估计 未来台湾的房价走势 那Space War亮哥 赖的三选一正好意味着他默认拿ROC借壳上市 正好符合大陆当前对台湾地方武装割据判断的定义 本来就是啊 就是这样啊 三个都可以 那你中华民国的法律 法理跟历史的地位就没了耶 不可思议啊 这个Hugh Song感谢Done Sucker 这个Sucker感谢Done 亮哥请问一下会不会哪一天围堕演习 突然就做电子作战 演习瘫痪全岛网路台湾抗得住吗 我跟你讲啊 如果他真的要真打啦 那就是 从训转战嘛 那中国大陆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摊坏你的眼睛啊 那第一个一定是把你的雷达整个打掉 那网路要打掉很容易啊 我只要让你停电就好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把你的空军基地啊 空军机场啊 都打掉啊 他都知道在哪里啦 都知道啦 如果要真打啦 真打 那第一个被打的一定是乐山基地的雷达 新竹那个雷达 这个我想两岸的军方都知道啦 都知道啦 就是他如果要真打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一定是速战速决啦 因为你只要打久了啊 那国际的力量就会进来 就会有人来劝和的啦 或者要来搞制裁的啦 美国一定制裁中国的嘛 你现在也知道嘛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打 一定是速战速决啦 那不然呢 就是在灰色地带 所以 为什么会有人开始谈封锁战嘛 因为封锁战的主体兵力是 海警跟海上民兵 不是军舰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灰色地带啦 那 这个 那外国的力量要介入啊 就要看他们有没有受到影响 那 我认为中国大陆没有那么笨啊 他如果真的要封锁台湾 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让日本 韩国 俄罗斯 的海运没有受到影响 一定是这样的啦 不过时间还没到那一点啦 那个 那个 陈黛怡感谢 这个Space War 亮哥可以看看749局啊 临日攻击 单从电影质量而言 只要不比749局 差就算胜利 但目前的难度有点大 749局我有看啊 就是 中国的神秘事件的这个 主推者 这个 749其实 但是 还有部分是真的啦 中国大陆真的有一些神秘事件啊 那 这个临日攻击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啊 完全跟我们的军事脱节啊 拍这种电影不知道在 在干什么啊 莫名其妙啊 尤其是那个当总统的到最后竟然说 我们台湾没有国家啊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 全岛 亮哥 那他请问蓝白都不太会选举哦 感觉 蓝白怎么会不太会选举 蓝白选赢啊 感觉二八没被捅 应该又要输 清流党有没有哪种清流能力的人 你觉得可以支持的 目前我没有看到 我跟你讲哦 蓝白不是不为选举 上次就卡在 侯友宜跟柯P没有办法合作嘛 人家选票是60%耶 立委 国民党52啊 民进党只有51啊 对不对 所以你也不能说人家不会选举啊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的判断啊 那需要沟通啊 那侯友宜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比较 比较 不是那么会 沟通的人啊 我认为这个卢秀燕跟韩国瑜 都比他要优秀很多啦 所以我还是抱着一点期望 这个小企鹅 Hugh Song 感谢 小企鹅 亮哥如果明年开启大罢免时代 文宣等费用大概要花多少 因为打算罢免超过20个律委 顺利就换罢免赖金的 罢免赖金的不可能啊 因为立法院要先提案罢免 那立法院提案就要好像三分之二吧 那不可能过的啦 这个文宣费用要花多少钱啊 我跟你讲啊 那个钱啊 你到时候可以看到网络的各种观光公司介入啦 那还有绿媒啊 那绿媒难道他们都不需要政府标案吗 这个钱很大的啦 钱很大的啦 不过 我认为最重要的 倒不是会不会有大罢免时代啦 我认为就看这个会期啦 双方个别建立的正当性 哪一边多啦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重要啦 迪德罗洋感谢 然后下面 这个Skinologist啊 Skinologist想说中华民国国歌 连中华民国总统也不愿意唱 怎么会有立场去争取奥运会场唱国旗 升国旗对啊非常荒唐啊 这个伊凡罗V伊凡伊凡罗维奇哦 国泰高管换港人后更烂 以前英籍高管私下歧视华人 为了钱还要面对旅客装笑脸 港籍空城是最歧视国语旅客的 哦是这样啊 自己歧视自己人啊 小鱼辣椒 对对不起 有一枚硬币的一面刻着ROC 另一枚是PRC 你愿意称其为ROC或PRC都随便你 可是你不能说这是两枚硬币 这个 我说赖清德啊 叫做一国 一国三民啊 三选一啊 一样中华民国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 本来就是嘛 你依法中华民国当然就是中国嘛 当然是嘛 只是说你所占有的是台湾 就是台澎金马这一边嘛 这个 怎么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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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啦 哇 我怎么一下跳出这么多啊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应该念心吧 希望更多人能看得透彻 不过现在媒体不念概率洗脑 只能对党歌功颂得 让人越看越悲观 Friday 感谢桌内 Space War 请问亮哥 其实你很清楚啊 当前中美力量消长跟岛内线时 蓝绿都拿不出和平统一结局的两岸论述 对台湾人来讲最大 团圆的结局被动的等着美国 完全无力介入第一岛链后把台湾卖了 然后体面退场 但问题就在于啊 不仅蓝绿都拿不出主动迈向两岸和平统一的论述 未来的台湾高层真的有足够魄力 去面对美方要台湾跟北京报了的要求吗 你这个是好问题啊 这个真的是这样没有错啊 这个 这个 美国跟中国早晚要做交易的啦 那做交易的时候 台湾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准备好了 你接得上手吗 会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啊 那也提不出自己的见解啊 这个是大哉问啊 这个是个没有错 可是我们隐隐约约就看到中美在消涨 然后美国早晚会把你交易掉 这我 我看过太多美国处理这种问题的历史了 美国人就是这样在做事 那他也会做得很有体面 让台湾好像觉得 他当年跑去跟那个中华联名跟我国建交 还不是一样 你得罪了其美国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你讲的是 台湾的政治人物都要对自己的要求啦 就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那天来了 你有没有办法提出好的见解啦 就是这种问题啦 那没有错 我就是在为那天做准备啊 我当然希望 我那个时候能够提出主张啦 那能够影响一些政治人物啦 就是这样 这个 一样其实 两岸真的很复杂 我觉得符合 双方说法的最简单的分别就是 中华民国的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人 这个本来就是啦 那我就不知道赖清德怎么去否认啊 他既然认为 国号也可以是中华民国 那两岸 是不是台湾人 中国人也都可以啊 第一顾 台湾的实力跟潜力被旅游有掏进啊 还有什么 条件来跟中国抗衡 台湾 即使没有被他掏进啊 要跟中国抗衡也不太可能啦 孙文杰 亮哥最恐怖的地方是 现在年轻世代都主张永远维持现状 被洗脑大陆打 台湾就是恶霸 但没有想过在实力面前我要打你 不需要你同意 也不需要美国的同意 他是在表达他的主观的立场 他说我不要统一 你打我你就是恶霸行为 又怎样 国际政治是这样决定的吗 这个我简单讲就是你只在讲你的立场嘛 可是当国际大势已成 你没有办法去逆转啊 就是这样啊 他本来就不需要你的同意啊 那个大国决定的秩序 怎么可能需要你同意呢 对不对 这个小企鹅想请教一个问题啊 如果挡掉媒体预算 可是还有党库可以使用 民进党的党库没那么多啦 他没有那么多啦 这个 你可以去查啦 现在的政党法之后 政党的那个 现在他有多少的钱啊 都是公开的 他没有那么厉害啦 我跟你讲 执政才是万能啊 Karen Zhang亮哥直播三小时辛苦 谢谢你啊 Oracle 哎呦 怎么跳到啊 在这里 Oracle亮哥一国两制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不然一国一制 联邦邦连想都别想 这两个前提都是先独立在战场上得不到 别想在谈判中得到 这个我跟你讲啊 一国两制的实质的内涵 也会有重大区别的啦 我当然知道最后整个框架啊 还是广义的 比较接近一国两制啦 可是他的内涵会差蛮多的啦 另外请问啊 除一国两制外 台湾的台湾资本是什么 张亚中集的各种方案还没票 就是他只会异想天开 所以我说到最后啊 是两制 然后两制之间的联系啊 那个一国是怎么决定啊 大概是这样 不过我跟你讲 如果是定位 北京中央 台湾地方 那肯定不会通过的啦 街国网亮哥不认为 国民党还是太软了吗 给我感觉就是一副穿西装的人 不能像民进党这么流氓 为什么不能像民进党说的那样 诉诸民意 制造朝野极度对立 看看最后是谁受伤 我跟你讲 国民党里面有这样的人啊 可是他就是不是主流嘛 因为国民党不是只有精英这样 他有很多选民也这样 我现在是越来越了解国民党的选民 他们真的很多都是这样 他们就是觉得哎呀不要太斗争啊 这个这样不好啦 这样有损党格啊 所以坦白说啊 国民党的人真的比较忠厚啊 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我在民进党参加很久了 他们热门说政治斗争必要 那就干吧 是这样啊 所以我是觉得 国民党有时候还是要有政治斗争的决心啊 休斯宏感谢东连环游没有一个人要战争 是的 蔡立志亮哥 很佩服你的经历啊 试图休息必要 请问一 大一国的国号可以让领导人或自由选择吗 当然不行啊 那个叫做政治忽悠嘛 大陆围绕军演只有一天有何用意 因为他的布局已经做完了啊 我就跟你讲他不是发实弹的 他有一些是要就定位 那海警就定位已经做到了啊 那有一些是3D模拟 他实际的任务执行完了 大概就这样啊 那一天就搞定 就表示他越来越有效率了吧 就是这样 加罵感谢东连啊 庸兄瑞教授认为要趁早跟大陆谈 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 台湾有谁去谈呢 这个 若大陆允许台湾独立 独派一定对北京感恩戴德 不会对大陆内政说三道四 明居正召康黎智英 虽不磨毒但极度反共 坐近疏远台湾香港 与大陆的事 还对中共指手画脚 奢望大陆实施所谓西式民主 统一靠这类人来谈 比起来金德 北京会不会比较不厌恶他们 这些人也不可能代表国民党啊 这些人又不是国民党的当权派 对不对 赵召康是本来有机会跟侯友宜一起当选 那后来 那个局也被弄破了 大概是这样啊 这个真的谈起来 我跟你讲 绝对不是你表面上看到了这个 不会是这样的 最后一定是在谈 这个统一了双方的关系啦 然后这个台湾如何不让这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是中央啦 那要给台湾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啦 就是这种问题啦 就是这种问题啦 这个没有进入实质喔 你只会扣那个表面的帽子 那一定会被人家戴帽子啦 说啊你这样就是支持一国两制 那就不用谈了嘛 不然你告诉我你的方案啊 那结果你的方案叫做 永远维持现状 请问这是什么方案啊 那就不用谈的意思嘛 永远维持现状不就是不用谈嘛 对不对 所以我也不轻易去讲 不然他就扣你帽子 说你就是主张一国两制 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在搞政治啊 所以我根本不急着 我就等中美斗争斗争到某一天的时候 再来谈 就这样啊 不然现在根本没有机会啦 因为美国反对嘛 美国反对你怎么谈都谈不出来啦 我跟你讲 呃刚刚跳掉了 呃 拉不上去啊 呃 我回台 红军啊 这个Daniel你讲的话 我完全赞成啊 Kedney W 感谢Dene Hugh Song 感谢Dene Space War如亮哥所说 情况很吊诡 时间不在台湾这边 赖的担忧人理解 他本人 想要上台桌的理解 当他的行动逻辑 他行动逻辑就是不通嘛 独派啊 是非常焦虑的 我跟你讲 我认识的独派都认为时间 越来越不利台湾 所以他们独的动作越做越大 就是这样 哦 那我跟你讲 没有一个方案叫做 永远维持现状啊 这根本不是方案嘛 哪有这种方案 那就不要谈嘛 你如果真的要谈 你就要提出方案嘛 就是这样嘛 所以我每次听人家讲 我们就 永远维持现状啊 那你就不要搞政治嘛 你搞政治干什么 你就要阻止任何变局的发生嘛 一样亮哥我想强调的是 国与国的不同 一中各表 一国是繁体一个国 哦 简体 新中国两岸互不隶属 但同属中国 中国也符合台湾人的 不想承认是中国人 这个没有用啦 这是虚名啦 我跟你讲啊 你真的要谈哦 法理跟历史是跑不掉的啦 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玩文字游戏啦 所以我就主张永远维持现状 那请问法理跟历史是什么嘛 这根本不是解决之道啦 就在耍嘴皮而已啦 原中方亮哥好 我觉得台湾离大陆太近 离美国太远 没办法读啊 台湾政客 与其不实际的魔读 不如扬起中华民国正统的大旗 一中两府一中各表 说不定哪天共产党这边出了事 民国政府真的有希望回来执政 大陆百姓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 我认为高举一中两府一中各表 这个我赞成啊 国民党如果敢这样做 我赞成 我赞成 就是这样 就国民党你不要以为 你不面对就可以糊隆啦 不可能的是啦 因为这个问题喔 不会太久啦 我跟你讲喔 你不要以为喔 这个事情还可以拖很久啦 不可能的是啦 2027 我们即使说两岸没有战争啦 习近平的急迫感也会出现 那他不会去跟美国做哪些东西 哪些互动 不会在你台湾海峡做一些动作 你不要忘了欸 从明年开始 每年都是三次的联合历舰演习啊 每年都有三次啊 你每一年都不会擦枪走火 你这么有把握 对不对 好啦我们时间到了啦 应该问题都回答完了嘛 对不对 哎最后还有一个喔 这个魏力勤感谢斗内喔 感谢你 好了我们今天就全部回答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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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